大家好,我是文睿 最近东北有一个小县 吉林省通鱼县 一下子才撤掉了多少个机构 900多个机构 900多个机构 这个事情引起很大的关注 当然讲到这有很多人说 有很多失业兵又要失业了 但是我想到的是 可能很多人也想到这一点 900多个机构 这里面有得有多少干部 有多少官老爷 这些人不得1000多以上 这些人 当然有可能会被调离其他的岗位 可能很多人也要失业了 即便是被调离其他岗位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实权了 靠边站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整个中国现在才裁撤 事业边3000万左右的事业边 这里面得涉及到 多少厅级处级等等 这一大堆的干部被裁掉 这些人他曾经是 中共的坚定的支持者 他们可都是 那都是赵家人 最起码也算半个赵家人 但是现在这些人 对吧 面临极大的风险 极大的危机 那么习近平如果真的要动这群人 他们整体 由中共的支持的这一部分 就变成了反目成仇的这一部分 这些人他们肯定是这样 对不对 以前我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 拿了这么多好处 对不对 现在你突然要裁撤 我让我拿不到这些利益 这些人可能 他们心里面对中共的那种恨 对习近平的那种反感 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强烈 有可能是这样的 大家能可以去还原一下 他们那种心境 但是即便如此 习近平也没有办法 他还是在大规模的财撤 事业边 为什么 他难道不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吗 他当然知道 为什么 就是没钱了 太穷了 对吧 穷到了一定程度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砸锅 卖铁 工作专班都出来了 多么不吉利的一句话 你把锅砸了 你怎么吃饭的往后 但是没有办法 整个财政怎么说 到了一种 你说崩溃也好 对吧 就是一种困难到一种 无以复加的状况 但是这个事情还不算完 不算完 已经这么难了 往后会不会有所转机 我一直想到没有转机 反而现在看来的话 他在快速的 快速的崩溃之中 最近这两天 大家看到一些消息 我的感觉就是 从三个方向 不断的在崩溃 整个中国的财政 第一个就是 外资这一块 正在大家看到 一个非常令人悲痛的消息 就是深圳的 日本孩子 走了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消息 真的已经是在 整个网络 是在全世界里面传播 很多外国人 都是相当相当的恐怖 我看到有一些 陆陆续续 有些外企宣布 要撤离了 是吧 整体上 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中共 能从外资这边 得到的税收也好 或者其他的收入 会大幅度的锐减 这个几乎已经成定局了 就说大方向是如此 但是深圳 日本孩子这个事情 它形成了一种 催化剂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会进一步 大规模的加速 外资的撤离 这里面 不仅仅是失业的问题 这里面也会造成很多财政的这种亏空 以前我一直强调 一个企业 特别是一个大型的外资企业 在一个地方 它会给当地的税收 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助力 但是这一块 现在在加速的撤离 处于一种 你说失控也可以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内资这一块 内资这一块 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事情本身 反正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两天我也提过 在内蒙 吴兰浩特是 他就是自己开了一个门面 自己在自己的 就是说店里面 贴了一个招聘的启示 结果被罚几百到上千 这样的一个状况 说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委屈 好像就是一位女士 还哭着 说这个事情 这个消息 现在网络里面 发销的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快 太多太多的 中国人看到这个事情 大家愤恨 骂人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大家觉得心凉了 干什么 对不对 普通的这些店老板们 算了 咱们都关门 对不对 不要干了 中国这不有一句 你说笑话也好 有人说 真羡慕你们这些炒股的 你们这些炒股的人 躺在家里面 对不对 吹着空调 就能把这个钱都赔光 你看我们这些干店的 对吧 干尸体的这些人 是不是 还得那么辛苦 风吹日赛的 才能把钱全都赔光 真羡慕你们这些炒股的人 炒股票的人 这个话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事实上也很心酸 而且它也确实反映了 一个真实的事实 对吧 再加上你们这帮人还要 对吧 就贴一个告示 贴一个招聘启示 你都要把我的钱拿走 都要罚款 你说这店还怎么开 这生意还怎么做 对吧 那其他大老板 那就不用提了 你要真有钱 你真有大的投资 那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工商税务 就过来到你这 这割酒菜 这都不用想 那么内资 对吧 整个中国国内投资也好 也全部都面临 这个瘫痪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你怎么去收税 对吧 这不是又以一个方向 就是说 面临这个瘫痪也好 失控的状态之中 对不对 就是说它本来 已经是那个大的方向 但这一个消息出来 它就会促使 整个这个事情 进一步催化 进一步加速 朝那个方向去恶化 好了 你看 就整体上 就是说这个内资 外资都不行了 双方都 两个方向都出现问题 那么咱们看看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最近大家看到 这个湖南省的财政厅的厅长 这个消息 这人也走了 那么这个事情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说 现在中国没有钱 对不对 土地财政也不行 然后就是说 内资这边也不行 外资这边也不可以 那就需要 对吧 就所谓的什么 非税收收入 就需要这些官老爷们 对吧 需要体制内这些维稳力量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老百姓那里抢钱 对吧 去把他们的钱 都装到自己兜里 你是罚款也好 你是四大名标也好 你怎么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不管老百姓多辛苦 你得这么做 但是湖南财政厅厅长 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这个消息也是 大规模的在网络里面发销 中国国内的媒体 都在不停的传 它这里面起到的一个作用 就是什么 很多中共的这些党官 看到这个消息 他就是心有余悸 害怕 对不对 他也在琢磨 对不对 我这下手下太狠了 谁知道哪天 这帮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对付我 是不是 所以说太害怕 所以说大家 这些人 在欺负老百姓的 这个过程当中 对吧 在收刮 民纸民糕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也不敢 那么肆无忌惮了 他们可能也会 小心 对吧 也会有的时候也就是 就说 不会那么 太狠了 但不是因为他们好 只是因为他们怕 所以说 我们就看到整个三条线的失控 就结合这三件事 对不对 外资大规模撤离 内资在大规模的躺平 然后党官的收刮 民财的时候 他也不敢 那样去做了 那么整体上 就会给习近平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你那钱 到底从哪来 从哪来这笔钱 对不对 你怎么去使整个机器运营 你怎么样让这些党官们 在不断的跟随你 所以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 我想强调的就是什么 即使大家都能看到这种趋势 财政要枯竭的趋势 但是往往都是局势 比人强 速度就比人想的要快 对吧 就这三件事情 这么一催化 整体上这个就是说财政枯竭的速度 就会加速 再加速的不断去减少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种景象 那你说往后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吧 我一直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 中共别的方面遇到什么样的事 他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对吧 保证 或者是就延缓自己的执政的时间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了的话 真的财政枯竭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很难办 他几乎是再也没有办法延长自己的这个执政时间了 那有人说北韩 你看不是延长了很长时间 他是不停的在中共 在背后有人 中共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力量在支持他 不断的给他提供这个资源和资金 那中共呢 现在中共是什么状况呢 他要给别人钱 3600亿 还要给出去 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咱们就慢慢看 这个情况变化会非常快 这期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